不用把行政院版本丢包 没有行政院版本就开始搞 报告没有丢包 抱歉 柯总找你不可以这样 恶意的指控 我讲到事实 我不接受 为了新住民基本法筹案 立法院展开朝野协商 柯建民不满 勾金素媒身为内政委员会周围 丢包行政院版权益保障法 双方隔空互杠 法案名称是要基本法和权益保障法 丘争金版本显得很清楚 入费六年变四年 实在是要偷渡六年变四年 我们是没有办法妥协的 是民众党的嘛 谁跟两岸有没有关系比较好 大家都很清楚 洪国商既然搞这个也搞出来了 民众党的收政动议 被柯建民质疑 偷渡国民党版本就在这一上 提到对于不同国籍地区 新住民行政措施应一律平等 其中对上众包括中国地区人民 其配偶为居住台湾守护及国民 民众质疑 这应该受一两岸关系条例规范 但基本法未接凝加于两岸关系条例 难道是在帮中国开后门吗 不管是法院的判例 或者对于基本法的认知跟定位 它其实是宣誓性跟正式性的作用 具体执行还要透过各种立法 跟市政计划跟市政方针来落实 不要故意误解这件事情 不需要再帮我们扣帽子 去把中国籍配偶和其他外国籍配偶 他们的入籍流程年限条件等等 刻意的拉齐 也就是等同于为中国籍配偶开后门 罔顾国安 罔顾程序 冲促修法 我们不能认同 民众党反驳别扣帽子 绿营创入籍年限拉齐 罔顾国安 而且不少民团有疑虑 认为社会对话不足 立院会期即将进入尾声 恐怕不适合匆匆过关 还得从场计议 媒新闻综合报道